Peace you, what's up everyone? 这里是Louis,欢迎回到Louis的频道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上一期 我跟大家分享了我的乎中穿搭的一些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或者大家有更好的建议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们的建议或者意见 都会让我更加有信心 可以做好我现在该做的事情 那么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对于我的一个支持 那么在今天的视频里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两套我的服装穿搭 以及我会讲到如何要去搭配我们的裤子 我为什么会突然讲到要如何搭配裤子呢 是因为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的朋友跟我一起在逛街的时候 经常会问到我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购买或者如何搭配我们的裤子 才可以让我们的身材开起来更好 才可以让我们的腿开起来更长 那么在几天接下来的视频里面 我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我的心得和一些tips 那么今天在接下来的视频里面 我也会去解答这个问题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裤子它为什么重要 我认为呢裤子是一个我们整体搭配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是因为裤子它有很强的风格性 并且我们的腿正比我们身体很大的一个部分 那么我们的裤子也 这个词就是男装它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精致 这个精致呢它主要来源于两点 一个是服装的材质 一个是服装的剪裁 如果我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T恤 这个T恤它的材质和鞋材都很好 当你穿上它的时候呢 你依然会看起来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利落 我在这里为什么不推荐大家去买一些很便宜很便宜的衣服 是因为一般这样的衣服 它的材质跟剪裁都会很一般 所以当我们穿过一次两次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洗衣机里洗过之后 一般这样的衣服都会发生严重的缩水 还有它的领子这个地方会瘦子 我们一般会把它叫做荷叶 它非常非常的不好看 那么在最后呢 不知道大家是否也在穿搭的这条路上 交了非常非常多的学费 我会在接下来的视频里面呢 跟大家分享 我在这条路上学到的一些知识和心得 然后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也在看完我的视频之后 可以学到一些知识 也可以更了解 要如何去搭配自己的服装 那么如果大家对于我以上说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呢 那么就跟我继续看下去 并且如果大家有任何好的建议 就多在评论区留言让我知道 我会一个一个去看你们的建议和意见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就让我们开始入我们今天的正片 首先今天第一套我选择了多件铜色系搭配 选铜色系搭配的原因是因为这种搭配不容易撞墙 大家可以尽可能地去尝试各种不同颜色的铜色系搭配 首先我们说帽子 帽子是来自于Roscow Brand 来自于Instagram的一个品牌 我够于Lumis一家实体店 当时买它的时候主要因为它的颜色 我很喜欢黄色而且很喜欢迷彩 在挑选鱼服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size 我建议大家都从黑色的鱼服帽开始尝试 外套是来自于Archemy Studio 外套呢它够于Downtown LA的实体店 这是一件黄色牛仔布的西装外套 我非常非常喜欢它的颜色 整件衣服很素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装饰 比较低调一些 并且我非常推荐Archemy Studio这个品牌 在我之前说的材质和剪裁 Archemy Studio这个品牌做的都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合理 在外套里面的这件短袖呢 来自于我们谁都知道的Supreme 衣服构自于Little Tokyo的Rub 我很喜欢这件短袖上的黑色鬼脸印刷 整件衣服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叛逆很坏的感觉 但是Supreme衣服的质量 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紧接着我们说我们的裤子 我的裤子呢来自于Dream J 够于Opening Ceremony 这个品牌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然后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Dream J曾向后出任Club Monaco 以及Nix的时尚总监 于1999年小市牛刀创立个人品牌Long Custom 被当时的Asian Times选为四名韩国最顶级的设计师之一 这个品牌也身受韩国最知名艺人之一 Gragon及童书骨盒 太阳等人爱戴外 欧美一级顶尖歌手Rihanna和Pusha T 也都频频着用这个品牌 在搭配裤子时 我们可以将短袖或者内搭塞到我们的裤子里面 这样的话呢你的腿会被瞬间拉长 并且如果你跟我一样腿型并不是很好看的话 一定避免要挑选一些过紧的裤子 可以选一些轮廓比较宽松的 我选择绿色裤子的原因也是因为 就是绿色跟黄色这种撞色系呢 不容易让人看到你的腰线是在哪里的 我首先介绍西装 西装来自于CCDM Coms du Moune 有很多人会把这个品牌跟CDG弄混 会以为这个品牌是CDG的副牌 其实并不是 还有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CDG这个品牌要怎么读 CDG它其实本身是法文缩写 所以它的法文发音应该是Gum de Gossam 我的第二套穿搭会正式一些 但裤子很好地增加了整个搭配的休闲性 让西装和西服裤不再是正式场合的穿着 下面我们说裤子 裤子是来自于Selven 这也是个日本品牌 2013年腾田哲平 个人创立男装品牌Selven 2014年辞去山本14大阪市工作 今年1月他去往意大利举办首场海外走秀 这条裤子是一条西装裤 裤子的版型和材质我都非常喜欢 在裤子上有一些紫色的线条 这一点我觉得很酷 并且在膝盖处也有一些做绑带的设计 更好的将其他的元素也带入到这条西服裤里面来 这条裤子虽然大腿的地方比较粗 但是到小腿的地方就开始收紧 这样不仅可以弥补腿不直的弊端 又可以让我看起来比较瘦 一般都说显瘦就显高 就是这个道理 这条裤子了 更好 就这条裤子了 又准备紧 还是比较准备紧 是吧 就是这个道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